好,我是Merry 今天我们来做黄米炸糕 您采用的食材是有机大黄米面 那我们用一斤的黄米面粉 用冷水拌面 冷水呢,逐步加入面粉当中 用手搓直到全部成小颗粒状 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 刚好小米粒状的大小比较合适 如果湿了呢,可以再加一些面粉 这样子揉搓,把它搓开 转呢,能转到一起 然后呢,我们上锅蒸 蒸锅水烧开以后啊 把上面的面撒一层 不要一次都撒进去 这层等蒸透了,颜色变深 然后我们再撒另一层 这样一层一层蒸 直到全部撒上去 然后盖上锅盖 我们再继续蒸五到七分钟 直至把这个黄米面粉啊 全部蒸熟蒸透 盖上锅盖 蒸五到七分钟 这时候呢,我们来准备馅料 馅呢,可以是豆沙馅,黑芝麻馅 我今天做的是黑芝麻馅 在超市买的现成的黑芝麻绒 把黑芝麻馅均匀的分成大小等份 然后一个个搓圆 可以冷藏在冰箱里面待用 这时候我们六七分钟后 我们的黄米面就蒸好了 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碱水 用碱水来穿面 炸出来的炸糕又酥又脆 下面我们在案板上先刷层油 因为这个蒸出来的粘米很粘 它会粘手 那么和面的时候呢 我们手蘸凉水 因为这个黄米很热烫手 用冷水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揉搓 揉搓成团 同时呢,蘸些碱水来进行揉 就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 这个面比较烫 我们所以说小心翼翼的 在这儿把它给揉成条 揉光滑就OK了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小剂子 把它拖圆 然后现在我们来包馅 就用包汤芽的方法 来包这个糯米糕 一定把这个口给捏盐了 捏盐了以后呢 像我这样 然后再把它摁回去 这样子炸的时候就不露馅了 有点粘手 也有点烫手 不过呢 还OK 其他不用的面团呢 用一个盆扣上它 这样子呢 它凉得慢 所以说呢 使用的时候面团还是软的 就这样一个一个 我们就把这个糯米糕包好了 这时候我们炸炸糕用油 这个油一定要是六成热的油 温度不要太高 慢慢的把它给炸起来 当炸至两边金黄 那我们的炸糕就炸好了 这种方法做出的炸糕 外焦里嫩 馅可以是黑芝麻馅 豆沙馅 也可以呢 五仁馅 随自己的喜好 家乡的口味 偶尔的做上一顿 好解馋呀 但不能多吃 好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john 这是他的 来到小吃 小吃 还是 还可以 再来到小吃 我们再来到小吃 我的 我们再来到小吃